我擔用大家一點點小時間做一點宣導 第一個 劉老師一直在講的部分是 看一下夠不夠清楚 很清楚 這樣應該很清楚 我個人已經開始不用Windows 如果你堅持還在Windows下面個人尊重 PDF的轉檔也一樣 大家有看到網路電話上面會有兩條線 一條你們在教室是灰色 一條是藍色的線 那我曾經報告過 那今天剛好有時機跟你展示過 你網路電話如果不通有問題的時候 就輕易把灰色那條線拔下來 拔下來的時候不是硬扯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卡榫 最下面這裡有一個卡榫 你要把它壓下去 把它拆下來 再把它接回去 這個時候它會亮燈 這個時候它會亮燈 它會重新註冊 我去的時候也是只有做這個動作 有人覺得我的手很神奇 摸一下就會 沒有什麼神奇的手 那網路電話現在全部歸線王關 出問題的時候我也只能這樣做 然後還出問題就請他們來修 這是現場的一個狀況 那有人可能會問 你這個軟體是什麼 EGGO全部都送給你 那你只要有一個Webcam 可以用就可以用 這是第一個網路電話 那為什麼講網路電話 因為在接下來的東西我們很精彩 這是我們的都市的升級 我們進入到另一個里程碑 第一個 線上直播的時候 放大一些 做了一個小改變 也是我當初規劃的部分 有一點小疏漏 抱歉 那我直接用寫的 以前我們是打Online1 接下來你可以打Live Live就可以收聽 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收 那待會兒會試給你看 我有寫在這個網頁上面 在 這裡 就這一個畫面 這邊直接打Live就可以上 另外就是 NTPC的問題 很可能老師還是在用舊的那個網址 你想說一直上一直上沒問題 不過我大概可以跟你保證 不知道是 6月30號之後 你一定不會透 因為縣政府 把TPC拿掉 我們在縣政府 我不能叫縣政府 應該叫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把TPC拿掉了 因為縣政府 把TPC拿掉了 因為縣政府 把TPC拿掉了 而且是不用帳號就可以進去 所以你不用跟我講說 你帳號密碼 啟動不了 看不了東西 不會 再來 Windows底下怎麼用 也可以 好 再來就是 線上Call-in的問題 上個禮拜 我們做了一下網路電話的Call-in 事實上 我們還感覺到美中不足 所以將來我們的Call-in 會有 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個 當然是Call-out 我們會用個網路電話 你大概不會用實際的電話 那網路電話Call-out 直接打到班級 這是一種 第二種Call-in 上個禮拜我們做了 上個禮拜做的時候 是請老師做 按米03 米000 他是轉到我們學校總機 那這個會干擾到學校 只有三線的外線 那資訊組準備再採購一支 不好意思 客人也一樣 資訊組也沒有網路電話 我知道客人很想要網路電話 順便澄清一下 我也沒有 所以只有急任 有 所以我資訊組可能會 因為這個案子會再採購一支 網路電話 我們會設米031 這是預計的 到時候我們現場會公告 現場會公告給老師 然後你就要直接拿起發行檔名 米031 他就會撥到我們的機器那邊去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有網路直播出去 你們的畫面 網路直播我們試一下 媒體 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我打 已經打LIVE 有沒有看到 LIVE 那現在光輝老師在導播室那邊 導播室現在全 因為他全權負責任 好 他現在導播 這個是他的主控畫面 這一台電腦 這一台電腦 主控畫面 這一台電腦 那我們會把接 到時候會加一台攝影機 所以現場應該是蠻LIVE的 蠻LIVE 那先講到這裡 好 這是電話 不過這樣子只有聲音 沒有影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大概 我想到的方案是 用Skybe 或者是用那個Google Talk 那看一看好像Skybe用的人 比較多 所以我先採用Skybe 如果老師有意見的話 可以講一下 所以我替文德資訊組 申請了一個叫做WDPS 我用三個零 為什麼 因為之前老師就一直在 000就是我們總機 所以我Skybe 我申請了一個WDPS 000的一個帳號 那老師有在用Skybe的 那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加入到聯絡人裡面 那你就會可以方便使用 那如果你不習慣用Skybe 老師沒有強迫你用 只是說我們多做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將來你在 我們有任何節目活動的時候 你班上的畫面要傳回來 我們會看得到你班上的畫面 那當然你需要一支Webcam 跟可能還有一個麥克風 好 直接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時候 你的班上的活動會透過Skybe 跟我們的電腦溝通 那我們會把電腦的畫面 經由我們的Server 廣播給全校聽 這樣就可以達到有聲音有畫面 有東西 至於老師有講到那個Lag的問題 那就 因為所有的都會有Lag的狀況 即使是那個 56台常常看現場Call-in 改天你們可以去Call-in看看 其他台一樣 你就會發現 不管哪一個電視台 都是會有Lag的狀況 Lag多跟少 目前我們做到的是大概3秒鐘了 好 那我現在示範一下那個Skybe的 Skybe連線的狀況給老師看一下 好 這是我的Skybe 那這是我的帳號 這是我的密碼 我登入 那如果你沒有的人 去PC或上面直接下改Skybe 申請一個帳號 帳號在這裡 建立一個新帳號這邊 就會有 好 這裡開 那我連上去 好 連上去之後 你們就會看到我 事實上我是Skybe的重度使用者 欸 那怎麼DPS 上來呢 應該慢慢會上來喔 那如果你要撥 你要找人的話 等一下喔 我昨天 有把WDPS的DPP 加進來 上線 這邊如果你也想搜尋的話 這邊 Window國獎資訊組 欸 沒有上 好 他這個時候會播出去 那 那 導播室這邊的 有聽到聲音喔 有聽到聲音 有聽到聲音 那現在 這樣子的時候 導播室的畫面 跟你的畫面都會出來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全螢幕 這個時候畫面就會整個出來 聲音都會整個出來 那 那現在我是跟官會在連線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現場的時候 你會看得到 好 在 在 如果你是現場的人 就會看到 有沒有聽到現在 我們Delay的聲音 Delay的聲音就是 第二個聲音是 其他班級會聽到的聲音 的畫面 啊 你這邊現場 因為用Skybe通話 所以你會在前面 你會在前面 你會在前面 等一下 可能會發生 所謂的回色現象 我會建議你 等一下 可能會發生 所謂的回色現象 如果你會發生 回色現象 我會請你把這個音量 喇叭的音量 有沒有看到這樣 會有發生回色的現象 回色現象 我再跟你講 所有現場Call in一樣 你有聽過警管 你就知道 你在Call in的時候 他就叫你把收音機關掉 這個都是必然的 這是目前狀況無解的現象 那 跟老師講 如果你發生這回色現象 你就要把這個 聲音關小聲 學校經營之後 關小聲 把聲音關小聲 你現場會看得到 畫面跟聽得到聲音 他全校 全校老師看到的畫面 你其他班級看到的畫面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現在這個畫面 是這個畫面 這樣就可以達到 聲音跟那個影像同步 即使到教師的 教師的畫面 你可以 也可以進來 也可以進來 那我們是想到 這樣子的一個解決方案 可以讓 可以讓現場的畫面回來 那我請 光輝老師 調整子母畫面看看 我請光輝老師 調整子母畫面看看 那你現在看到的是他電腦的畫面 那如果我們現場有攝影機的話 他現在調的是子母畫面 子母畫面 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畫面在這裡 我們現場如果還有校長或者是主任 他們live在主持的時候 那校長跟主任的畫面就會在這裡 那有三四個畫面在這裡 所以 目前這樣子的狀況 應該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所以 老師有skype帳號的告訴你 將來你可能 call in或call out的時候 會多一個機會 為什麼 你不只有網路電話 你還有 skype可以 多一個機會 也許班上 對禮拜四的申請會 所以 具有一點期待的 期待的 期待的 心情在那裡 好 那最後 最後講一個東西 就 好 好